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榮耀呢 是它裡面的一盤是愛 但是它彰顯出來的是光 我們去唱這首詩歌吧 神地是愛的眼是光 也在此理作用 愛的千零光已照亮 我們已是樂的龍 你是愛 你是光 現在是一座榮耀 愛的千零光已照亮 我們已是樂的龍 然後呢 在這個後面的這一首 讓我們十一段期就給大家的預想 那如果這個時間軸 從已過了永遠 去找新天新地到榮中 那這裡呢 這個榮耀的神 才已過了永遠 只有神祂才有榮耀 可是這位神祂才是榮耀的 所以祂是個榮耀的神 那在時間裡 從舊約開始 當這個惠幕呢 遇見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耶和華的榮光 可以注意哦 這個榮光跟榮耀 它就是同一個字 Gory 也就是同一個字 所以這個榮光呢 就是榮耀 那當這個惠幕蓋好的時候呢 這個榮光也就是榮耀 就充滿了這個葬墨 那在聖殿的時候呢 這個 所隆門建好就是聖殿的時候呢 耶和華的榮光也充滿了聖殿 那到了新約呢 這個 新約上來的小禮和照會 到了寡若說的 明後三章十八節 我們沒有帕子這壁的臉 因為這裡呢 完全都是聖殿所 所以沒有帕子這壁的臉 我們就這樣 鏡子觀看 並反照主的榮光 看這邊的榮光跟榮耀 都用Gory 都是同一個字 所以可見這個榮光跟榮耀呢 其實它是同樣的一個意識 光是這個神的彰線 那這個榮耀呢 它是能夠把它亮化 它是有一個份量的 就是神的光在我們裡面有多少 就是代替多少的榮耀在我們裡面 所以在新約的時候呢 有這個聖基救恩的八部門 在羅法律這裡 從重生 餵養 聖化 更新 變化 建造 磨成 至終能夠得榮 或是得榮耀 那這個榮耀呢 完全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我們的裡面呢 沒有任何的榮耀 只有這位神 祂才有榮耀 但是主耶穌啊 還沒有死 復活之前 祂本身也沒有榮耀 但是 經過祂的蛇物 這人子就得榮了榮耀 所以地脈子都在地裡食糧 就結出許多了子力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康乃希的種子 就成了康乃希 就得榮了這個榮耀 但是這個榮耀呢 藉著這個那靈 藉著主的靈 藉著生命的靈 藉著進到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 基督在我們裡面 我們還有了這個榮耀 那至終到經驗玉殺人 經驗玉殺人 就充滿了這個榮耀 所以這一邊 有神的榮耀 那一大典裡面呢 它是從這個新天新地 就是這個講說 經驗玉殺人的這個 時間來看 在城中有神的榮耀 所以標題就是有神的榮耀 這是從啟示錄二十一章 以十到十一節這裡 那這個在神永遠的定子裡 一過了永遠裡 神就有一個定子 有一個心意 那就是這個神的榮耀 就是有他 就是神的精倫 所以這個神的榮耀 跟神的精倫呢 它是息息相關的 是一個內在的關係的 所以第二大典裡面 有十六個重要的終點 單單這十六個終點 就可以成為一篇很豐富的信息了 那第三大典呢 神呢 在人的這一面呢 我們如何能夠得到神的榮耀 這個榮耀的神 向亞伯拉罕顯現 他也呼召亞伯拉罕 就開始呼召了我們 能夠進入 這個神的國跟神的榮耀 它是平行的 它也是同時發生的 那對於神的國呢 我們能夠進入 那對於這個榮耀呢 需要借著 我們要講的主耶穌來引進 把我們引進這個榮耀裡面 所以神的國跟神的榮耀呢 其實同時存在 是平行的 那 除了呼召我們之外呢 也借了這個主耶穌基督的榮耀 這個福音 藉著福音來呼召我們 這是在時間裡 那這個福音呢 其實就是基督榮耀的福音 所以在神的一面呢 神的精準呢 跟這個神的國 跟神的榮耀 那藉著如何引進呢 這個引進呢 就需要藉著主耶穌基督 他來引進 所以這個榮耀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榮耀 那主耶穌基督他如何得出榮耀 當他死了復活的時候 這位人子就得出了榮耀 那在我們的這一面呢 我們借著這樣的一個神的呼召 借著主耶穌的榮耀 這樣的一個福音 所以這個福音呢 加上了福音 加上了這個傳養 這個傳 這個傳書 這個繁殖 就是加進了這個福音 所以主耶穌基督的榮耀呢 加上了繁殖 加上了這個傳 就是基督榮耀的福音 那我們就得著了 這樣一個叫福音 所以這個福音 就是基督榮耀的福音 所以 好 那 在千聯國的時候呢 這位耶穌要來 但是 incoming 正在來 但是關鍵是在我們 所以我們需要預備好 他要在他聖徒聖上 得著榮耀 就是基督榮耀 要歸神 那 這個引君的部分 第一大典的部分呢 其實他就是 講到這個 有神的榮耀 就是從十一章 十到十一節這裡 那第二大典呢 就是講到這個神的金輪 跟這個神的榮耀的關係 所以這裡呢 有神 也講到這個羔羊 就是救贖的羔羊 所以就講到神的金輪 那第三大典裡面呢 他用鐵鉗二章十二節 要是我們行事為人 希望能夠配得過 這個神的國 跟神的榮耀 那所以這個神的國 跟神的榮耀呢 是同時發生的 是並行的 是帶著一個 一個權品 一個能力的管制 那第四跟第五大典呢 他用貼後二章十四節 他用貼後二章十四節 所以我們是 借著這個福音 他有先輸到我們 那我們得著的這個福音 那這個福音呢 是借著這個主耶穌基督的榮耀 所以呢 就是這個 這個耶穌基督榮耀福音 那至終 第六大典 就是我們需要順從 那這個 第六大典 他這個 他是 講到這個 第六大典 是講到這個 耶穌要來 要在聖土身上 革國榮耀 那就是我們需要順從 那如果順從的時候 我們就 會受到這個刑法 那也就是離開祂的榮耀 這是對我們的一個提醒 那我們的預定 我們的定命 就是要盡榮耀福音 那 所以我們去傳福音 也是盯著這個榮耀的 那 事而是他們不要這個榮耀 其實他們的結局 就是不順從 就是 盡到這個刑法裡面 永遠不成福音 就是離開祂的念 那這是神今天的經論 這位神 他就是榮耀 那他成為肉體 那 這是本來在伊甸園 人還沒犯罪之前 神呢 跟神 神擺了一個生命樹 在人的面前 神跟人之間是可以直接溝通的 但是一個人的罪 所以我們不能見神的面 但是神祂是愛 祂借著祂的愛子 神祂的心自成為肉體 就是這位基督耶穌 那他就像一個康乃心的種子一樣 他借著因死而復活 這位基督他才得了榮耀 當他是一個種子的時候 種子沒有任何的榮耀 但是因著他死而復活 他就得了榮耀 那他也做這個榮耀 就成為這個康乃心 這個彰線 就是這一個榮耀 他就成為赤生命的靈 就是祖靈 從祖靈變化成了一個祖靈 他也是納靈 終於完成的納靈 就是赤生命的靈 進到這個幸福裡面 這個瓦器裡面 這個瓦器裡面呢 就有這樣的一個寶貝 就是這個榮耀的寶貝 那帶進一個凡詞的榮耀 那這個奔詞的榮耀呢 裡面帶著神聖的生命 性情元素還有素質等等 都借著這個納靈 借著這個靈 他進到了我們的裡面 所以這個瓦器呢 其實它是個悲賤的器皿 他自己一點都沒有榮耀 所以我們的榮耀在哪裡 完全在這個基督耶穌裡 那基督耶穌 他因此復活 就是神的榮耀 也進到他的裡面 所以我們的裡面 因著有這個基督耶穌 所以我們也有神的榮耀 那所以呢 這位基督就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什麼叫盼望呢 只有這條路 只有這個希望 才是能夠帶進神的榮耀 所以基督是我們 唯一榮耀的盼望 那至終這個榮耀呢 也要為神 那我就想到這個馬太福 那就是三章過種的定律 那我們的操練在哪裡呢 這一篇 好像沒有看到操練的路 其實在前面都有提過 他也講到 然後三章十八節 這就是我們主要操練的路 那一面呢 我們因著得著的這個種子 在我們裡面 我們要如何能夠成為神的 這個彰顯神 神的榮耀呢 裡面我們需要 除去這些今生的這些 所有的憂慮 所有的一些 一些的環境 那這個種子 它能夠長得好 能夠帶進更多神的榮耀 所以 一顆種子 它長得湯耐心 這是九顆金的湯耐心 那操練的路就在這裡 這是靈套 我們需要 沒有化子這邊的臉 像基督要長 觀看 觀看在這個面前 然後反照什麼的榮耀 我們自己也沒有光 我們有這間的反照的光 然後漸漸變化 那給它同行 然後從榮耀到榮耀 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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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上加龍 一個階段 然後就是從主義變化成的 就是這個聖基救恩的法徒 之中 從哪裡都得到榮耀 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 如何有分量 就在於我們裡面的這個榮耀有多少 所以這個榮耀呢 就是神的生命 就是神的所有的性情 所有的性質 那藉著我們能夠彰顯出來 能夠光照 所以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人家看見的是我們這個人 還是看見神的榮耀 看見神的光照 阿妹 阿妹 那這篇信息來講的話 它不是在神契約經倫的這本書裡面 它算是這些信息的最終的一個總結 來告訴我們神的精準 最終的目標呢 就是不僅神得所榮耀 而這一班 他所拣選 所救贖的人也要得所榮耀 所以在整個信息裡面來講 把整個聖經裡面有關於榮耀的部分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今天的負擔來講 除了教宗這邊以外 我會再把這八天信息呢 做一個簡單的理由看 你們 我們來看一下 有神的榮耀 阿首先呢 告訴我們 榮耀這件事情呢 和神的精準 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內在的關係 那信息裡面是提到十六個終點 我把這十六個終點整理了一下 那我相信這樣利用主的人 就看得比較清楚 榮耀呢 就神來說 榮耀呢 就是神的彈顯 換句話說呢 榮耀就是彈顯出來的神 神的榮耀呢 就是神的自己 那對於基督來講呢 基督是神具體的化身 基督呢 也是神的彈顯 所以人看見了子 就看見了父 所以基督呢 他也就是神的榮耀 他也就是神的彈顯 那對於我們信徒來講的話 我們的德龍呢 有分成兩方面來說 一個是我們 就我們內裡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改變形狀 同行於他榮耀的聖遺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神要把他帶進榮耀去 這是就概念的部分 所以講到我們信徒的德龍呢 有分這兩方面 好 那神 基督和我們信徒 最終的目標 都是在榮耀 那怎麼來連結這個部分呢 就是藉著 他的定子 和他的救恩 因為神在我們身上 他的一個定子 他的定子呢 就是要 預定了我們這一班 他所拣選 所救贖的人 我們這一班是他的 他要把我們這一班的兒子呢 領到榮耀裡去 使我們能夠得著榮耀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所講的 為了要使神成為人 為了要使人在生命 和性情和詹寫上 能夠成為神 當在神格上成為神 所以這是神在我們身上的定子 因著神有這樣的定子呢 祂就有祂的一個實施 祂的實施呢 就是祂的救恩 祂的救恩呢 就是藉著這個福音 而且這個福音是 榮耀的福音的傳揚 要把我們這一班人呢 出招 進到祂的榮耀 永遠的榮耀裡 因為我們人呢 都是神所造的器皿 為了就是要來盛裝祂 彈顯祂的榮耀 但是可惜的 人墮落了 因著犯罪呢 就歸缺了神的榮耀 所以接著基督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藉著基督的救贖 滿足了神榮耀的要求 同時呢 也因著祂的救贖 祂示範出祂神神的生命呢 基督就要進到我們的裡面呢 成為我們裡面 榮耀的盼望 不僅在我們裡面 基督有 基督承來我們裡面榮耀的盼望 而且呢 納贏在我們的身上呢 也在做一個變化的工作 然後慢慢來變化我們 從榮耀到榮耀 從主靈變化成的 所以一步一步的 我們就能夠把榮耀來邁進 最後呢 我們就進入在 神聖榮耀裡面的一 好 就像不與此是一一樣 Amen 那當然說後面講到 造位裡面呢 就有神的榮耀 在國度裡面呢 也有神的榮耀 最終呢 我們在新耶路撒冷呢 我們就要帶著手 神的榮耀 做神的展現 這就是前面這十六個重點的部分 好 那在這裡面有提到我們 三個重要的 一個是福音 我們是藉著所傳的福音 能夠進入神的榮耀 另外呢 我們今天呢 就在神榮耀的範圍 國度 將來的時候呢 當主要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進到榮耀裡去 這是我們之前的 這是我們現在的 這是我們的將來 講到福音呢 福音呢 事實在就是這位人位 在使徒行傳裡面有講到說 傳基督耶穌是福音 可見的基督耶穌就是這個福音 而且基督呢 他也是神的像 是那位看不見的神的一個摘顯 神 神他會具體化身在基督的裡面 所以這個福音呢 就是這位人位 那這位人位呢 就是基督 那他本身也就是這個榮耀 所以我們所傳的這個福音呢 就是基督榮耀的福音 他就是神的顯出 就像神的那個官一樣呢 照耀在我們的心裡的裡面 他一照耀到我們的心裡面呢 就把它自己呢 做到我們的裡面來 成為了在我們裡面的那個寶貝 那我們也需要呢 領受這樣的負擔呢 把這個福音呢 再傳染出去 就像這個神聖的官呢 再照耀到我們所接觸人的裡面 是他們也能夠接受基督 做他們裡面的寶貝 這樣呢 我們就能夠進到 神的榮耀裡面去 最終能夠來 有榮耀的生命 榮耀的信心 最終能夠來彈顯神聖人 彈顯這位神 所以我們是借的這位福音 基督榮耀的福音 而得救 而能夠進到神的榮耀裡面 那如今呢 在國度的裡面 照會就是神的國 神的國就講到神 祂的一個 事情祂全能的地方 在這樣一個畫圍裡面呢 有神的戰線 同時呢 神也是祂神聖行政的地方 在這邊呢 神的都有得著祂的寫著 所以今天我們在照會裡面 在神的國裡面來講 我們的行事為人 就要配得過呼召我們 進入這個神的國 神的榮耀裡面的神 那最終呢 當主再來的時候呢 祂就要帶著祂的榮耀而來 今天基督呢 見了死和復活 升天以後呢 祂得著了榮耀 那一般面呢 基督也在我們裡面 求為我們榮耀的旁觀 那基督再來的時候呢 祂要帶著榮耀而來 並且要在我們的身上呢 得著榮耀 意思就是說我們這個身體呢 要悲劍的身體呢 要改變形狀 要同行祂榮耀的身體 所以最終我們這個身體 要得俗 就好像基督一樣 有這樣的榮耀 所以就在我們身上 能夠得出榮耀 所以這個是大家這間信息裡面 簡單的說明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八天信息的 我們這次的總題是講到 從新耶路撒冷看 基督徒生活與造為生活的各面 這邊呢 我大概分成了幾個三個段落 第一個就是講到 神的精輪 是在一邊和第二邊的信息 第二個講到實行的路 在第三、第四、第五、至到第六邊 然後在後面再講到 有關於應用在我們身上 最終的一個總結 就是神的榮耀 神的詹線 這上面這個灰色的框框呢 就表示在新耶路撒冷裡面的各部分 那這個羅馬數字呢 就表示說 它是第幾天 下面呢就是整個的 這樣的一個思路 我們現在看 在第一天的時候呢 他告訴我們 神和羔羊的寶座 也告訴我們生命樹 和生命水的河 所以在新耶路撒冷裡面呢 有一個中心 它的行政中心 或是神展權的中心呢 就是神和羔羊的寶座 但是神的精輪是什麼 是要將他自己 分次到我們裡面 做我們生命和生命的構音 所以神真正的展權 它的行政呢 乃是為著要把它自己做到我們的裡面 所以他提完神和羔羊的寶座之後呢 接著講到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樹 所以神的行政呢 就是要把它自己呢 做到我們的裡面 做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 那要最終的目的呢 是什麼呢 就在第二天裡面所講的 神和羔羔 神就是神的國 就是祂運用的權柄 能夠治你的地方 這就要使我們有神的權柄 能夠來代表神 然後講到羔羔呢 心腹是基督的配偶 祂是一個生命成仇的團體的人 祂有神的形象 為著能夠來詹顯神 這個人文就是呼應兩串 是紀一章二十六節那邊說到的 神是照著祂的形象和樣式 來造我們 為了使我們能夠詹顯祂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使我們能夠得出神的權柄 來治理地 就在第二篇信裡面講到 神和心腹呢 就是告訴我們 神的經文他最終的目的呢 就要使我們有祂的形象 為了能夠來詹型祂 並且有神的權柄 為了來代表祂 治理地 這邊第一篇信息 跟第二篇信息 就告訴我們 從希耶路撒冷 來看到神的經文 接著有神的經文之後 怎麼樣來實行這樣的路 就從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三篇裡面提到那個 珍珠門 和那個純金的街道 特別是提到這個珍珠 還有金這個部分 講到珍珠 它就是基督的食與復活 它的一個分泌 的一個結構 所以在這裡呢 在這樣一個珍珠 這樣一個神聖元素呢 我們可以經歷基督的食 也可以經歷基督的復活 講到金 金就表現神的神聖性情 所以不僅我們經歷了 基督的食與復活 同時呢 我們也得出了 神的神聖性情 並且呢 我們可以來不斷的來 享受神的神聖性情 到最後呢 我們能夠成為 這個神的神聖性情的 有份者 和分享者 這就是有份於神的神聖性情 那這個金呢 構成了這個街道 這個街道上面 有生命水河的有流 說明了這個街道呢 是一個交通的功用 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就是這個街道所表現的 我們的日常生活呢 就是需要一個 基督身體生命的交通 街道就是一個交通 而街道上面有生命水河的有流 表示我們這樣的交通呢 是要在這個神聖生命的 這樣一個傳輸的裡面 所以在這樣的 我們都能夠來實施 基督身體生命的交通 所以這樣實施的路呢 剛好這邊是基督 這是神 這是那 剛剛講到三神 在做這樣一個事情 要使我們呢 成為 新造的新人 在我們在基督裡面 成為新造 最終呢 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不斷的長大 最終我們就成為新的 因為在新的裡面呢 除了基督以外 什麼都不是 只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 並且呢 我們也享受了 得著了這個 新耶路撒人 耶路撒人 這個名字的意義 就是一個平安的基礎 在這裡呢 我們能夠得著三神 做我們的法位和平安 並且在這個尺寸上面呢 講到這個城呢 就是一個最大的至聖所 它的長框高都一樣 達到了一萬兩千 斯泰迪亞 這就是一個 在至聖所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和神 來面對面 直接能夠摸著神的同在 並且在這新耶路撒人裡面呢 有燈 就是高雅基督做這個城的燈 把裡面的神聖的關 關給照耀出來 照射出來 那這樣一個關呢 最後帶我們到一個地步呢 就在基督裡歸一一個元首之下 Amen 所以這就講到 最終我們所要 達到一個目標 在基督裡歸一一個元首之下 那從第七邊開始 第七邊開始 我們講到說 在信徒上的應用 第一個呢 是在第五篇裡面 有提到說 這個城 它有門 十二個門 每邊有三個門 三個門就是表稱三神 不止那裡他們的一個配搭 要幫我們帶到城的裡面 這個門呢 是一個出路 這邊特別是講到門 是講到路口 我們怎麼進到這個聖城裡面呢 哪是藉著三神他們配搭的工作呢 藉著我們得著重生 能夠進到三一神的裡面 這就由馬太福音二十八三所講的 我們進入父子聖靈的明明 所以每邊的三個門呢 就講到三一的入門 講到我們需要進入三一神 進入三一神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被這個信徒上的神聖的元素 金銀金珍珠和寶石所構成 怎麼講到三一的構成 也說明了 我們需要被三一神金珍珠和寶石 這神聖的元素所構成 並且在這個金肉沙的裡面呢 有三一的存在 它有神和高亮的寶座 並且有生命水的和 今天這三一神也存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需要來經歷與三一神同活 就需要不斷的接受三一神的供應 就講到這邊有生命的光 生命術和生命盒 但是三個享受 也成了我們能夠來享受三一神 我們一享受三一神 我們就能夠活出三一神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生活 在新耶路撒冷的生活呢 有步驟做我們的源頭 享受這個生命術做生命的動應 享受這個靈 這個生命的流 使我們能夠活出三一神 最終 這裡面所表示 神 燈 還有生命水盒的 所表達三一神的這個彈顯 最終要使我們能夠彈顯三一神 所以最後呢 所以最後呢 講到 全部的聖經 講到神的心應 講到我們救恩的終極的目標呢 就是要使我們能夠得榮 能夠有神的榮耀 成為神的彈顯 所以就是這間 信息 這一個系列的信息裡面 最終的目標 使我們能夠得榮 用神的彈顯 神阿姨 阿咱 中文字幕 李宗盛